说实话现在很多合资车都在降价 同时也让我们消费者蠢蠢欲动 今天就给你们推荐三款合资车型 销量高质量好空间大都是出了名的 并且只需要十来万左右就可以入手了 特别是第三款 现在直接跌至7万多质量更是没得说呀 让你看让十年都不会坏 第一款斯科达名锐斯科达作为大众的子品牌 起身上依然少不了大众的影子 这款车起数价109,900到149,900 目前部分地区中单位会达到2万2左右 但好在这款车的定价比较低 在外观方面这款车丝毫不缺乏运动气息 中网方面采用了熏黑的处理以及两侧的大灯交融在一起 辨识度非常的高 车身的腰线营造的也是优雅流畅 层次感也是非常的分明 此外这款车长度达到4米689 轴距2米686 从数据上来看不算特别的出色 但是等你坐进去就知道了 让你在里面打滚都不是问题 车里的布局也是十分的合理 简约而不简单 用来形容它一点都不为过 在加拿大悬浮式的中共铭和全液晶仪表搭配在一起 为整车的科技感提升了一个档次 而且它的座椅包裹性也是非常的棒 看起来十分的舒适 在动力方面它搭载了1.5T 260T两款发动机供消费者选择 匹配的是6档手动和7档双立合变速箱 而这套动力系统也是很常见的 满足我们日常家用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并且在油耗这方面表现也是特别的好 非常值得我们去入手 第二款大众速灯 称它是同级别领域里面的销量王一点都不为过 而这款车的定位也是比较高 开出去也是非常的有面子 起售价12万7900到17万2900 目前部分地区中东运汇也是达到2万6左右 现在它的入门机裸车起步价直接跌至10万出头 在动力方面搭载了1.5T发动机 动力输出也是非常的强劲 燃油经济性表现也是非常的好 功率能够达到118000瓦 峰值扭矩能够爆发出259米 匹配的是七醋双利合并的香不仅换挡平顺 动力也是随叫随到 我之前开过这款车 满载的情况下身材优门有着不错的加速感和推背感 明白加速更是能够达到8.8秒 而在内饰方面也是非常的有档次感 贯穿式的空调出风口 看上去就充满着时尚的气息 在家车内也是使用了大密集的软质材料进行包裹 摸上去手感十分的气宁 所以做上去包裹性也是非常的棒 这款车的内饰档次感表现的也是很让人满意 它加上悬浮式的中控屏以及全液晶仪表 更是给你带来不错的驾程体验 而它的高倍车型也是配有电动调节和电加热功能 坐近后排也是非常的宽敞 超级二郎腿都不是问题 根本就不会出现什么空间压力感 而在外观方面的设计也是焕然一新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非常的强 再加上左右观察室的灯组 也是别距一格辨识度非常的高 对此你会考虑这款车吗 第三款别克英朗 起手价是一万九千九到12万五千九 部分地区中东优惠也是达到四万三左右 而现在招款着裸车起步价只需要七万七 对于消费者来说招款着还是有着很高的性价比 而在动力方面它虽然算不上特别的强劲 但是满足我们家用也是非常的可以 匹配的是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功率能够达到113 扭矩更是能够爆发出141牛米 匹配的是6档手自一体变速箱 而这一套动力系统在油耗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非常符合上下半代步 而在外观方面车款这设计也是辨识度极高 再加4米609的车廊 2米640的轴距 空间方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宽敞 坐进去不会出现什么拥挤感 而在中控方面也是采用了对称式的设计 再加内嵌式的大屏 要知道这样的价位它可以这样的配置 这款车销量不高简直是天理难容 车内的乘坐舒适度也是非常的高 满足家用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而对于以上这三款车 它们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对此你会考虑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